NBA最佳阵容是对顶级球星的一种奖奖,能够入选最佳一阵,的无疑是个位置的翘楚,NBA的竞争极其激烈,想要多年入选一阵的难度可想而知。 21世纪以来,一共也只有六名球员,曾经连续五年入选最佳一阵,他们都是历史级的巨星,杜兰克·KD是现役最强的分手,他指引生涯一共四次加冕德奔王荣誉。 从09到10赛季开始,KD连续五年入选最佳一阵,其中四次当选德奔王荣誉,是和詹姆斯一世余量的存在,不过此后伦纳的强势崛起,KD连续两年被挤到二阵,霍华的魔兽霍华的是奥尼尔之后的第一中锋,也是联盟最后一个超级中锋,他拥有顶级的身体巅峰。 颠崩时机攻防两端的表现机器强大,从07到08赛季开始,霍华在连续五年入选最佳一阵,期间拿下了三次DPO524次篮板王和两次盖茂王,表现十分出色,奥尼尔大杀与奥尼尔是90年大四大中锋之一,不过他真正成为联盟第一中锋却是在新世纪之后,从99到00赛季开始,奥尼尔连续七年入选最佳一阵, 加镇荣一阵,是宫阵的联盟第一中锋,巅峰时期率领胡人队完成三连冠,此后又带领热火队拿下一冠,被认为是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内线。 邓肯作为1997年的壮秀,邓肯是初到极巅峰的代表人物,当初各大球队为之百烂,邓肯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,新秀赛季就成为联盟第一,大前,此后连续八个赛季入选最佳一阵,期间帅领马次对三次拿到总冠军, 柯比后侨单时期最好的得分后卫,柯比是史上得分技巧最好的球员,走在胡人三连冠时期,柯比就成为联盟第一分卫,从05到06赛季开始,柯比连续八年制霸一阵席位,个人表现无可敲替, 是公认的洛杉矶图腾,詹姆斯现役最伟大的超级巨星,詹姆斯拥有历史顶级的天赋,同时极度自律,作为历史第一小前锋,詹姆斯统治历史足,在过去的11个赛季里,詹姆斯连续入选最佳一阵,是公认的联盟第一人,无论生涯成就还是个人表现,詹姆斯都是历史前五的存在。